我来 哎呀 练梦者怎么一上来就找我 话说我这次操控的角色 怎么感觉有点眼熟呢 这是 暴风火 你为什么可以这么嚣张啊 你觉得我长得怎么样 我发现你有点腰脏 你是不是暗恋我啊 你死定了 兄弟们刚刚都看到了吧 不用我说 肯定是躺平发育 又更新了隐藏皮肤 进入游戏一看 这次的皮肤居然还是著名CP 包租公和包租婆 我爱你 亲爱的姑娘 哇 别碰我 那这次的皮肤呢 都是农夫的皮肤 系列梦者这次更新 又是没有任何皮肤啊 好难过 这不是我要的那种 结果 结果 很好 哇 谁说猎梦者没新皮肤的 这个鳄鱼皮肤不就是新的吗 我记得之前 这是那个蛤蟆皮肤吧 看我一个发育设计师 你这也太敷衍了吧 那这次的新皮肤究竟该如何解锁呢 哇嘎现在就告诉大家 在那之前 各位别忘记给视频来个查案点赞 只要点赞过万 下期火速更新 最近更新了一个点赞排行榜 想必这前五名 应该就是点赞小分队的核心成员了吧 这评论排行榜 就是我不点赞小分队的得理干将呗 而且有两名开朗的网友 厉害呀 家人们记得用语音评论 在评论区喊出我们的口号 下次一定 让我看看下次排行榜里会有谁呢 好家伙 点赞小分队 给我上 咱们把评论排行榜也占领了 这次两个新皮肤的解锁方法有点相似啊 建议大家收藏一下视频慢慢看 先说包足弓 需要在联机模式中邀请三位玩家 马卡这里直接邀请了粉丝群的小伙伴啊 我来 来了 来了啦你 进入游戏后 如果你是农夫 可以直接找联盟者开局送死 打我笨蛋 你为什么可以这么嚣张啊 可以 我给你打BB 啊 sugui 如果是联盟者的话 可以选择把人类淘汰 老六我真的服了 或者挨打送死 总之无论输赢 完成这一局游戏 来到主界面点击左边这扇窗户 就能解锁包足弓啦 我说死马了 像我这样帅气的男人 硬不贴 包足弓的解锁方法也很简单 只需要邀请一位玩家 但是需要这位玩家是游戏新用户 这里建议大家开个小号 然后把小号的抖音缓存清除 就会被游戏识变为新用户啦 同样也是无论输赢完成游戏 点击主界面右边的窗户 就能解锁包足弓啦 我多美啊 那解锁了皮肤咱们赶紧来试一下啊 先来试一下包足婆 好家伙啊 这模型做的愣是看不到脖子呀 行了 开局先找地方发育 这右下角技能看起来像是超音波呀 不会是声波攻击吧 这么聪明嘛老铁 猎梦者离得有点远 不知道技能有没有效果 直接试试看 发生什么事了 好家伙 这技能我明白啦 使用之后可以把猎梦者送到出生点 那这个技能可以阻止猎梦者挠门呀 只要CD好了 我们就用 由于猎梦者挠不到门 等级就无法提升 快看这里啊 我都发育到后期了 猎梦者等级才三级 直接被我一炮带走 接下来再试试包租公 挺佛 这里建议大家带天降炮台技能 前期我们根本不用造炮台 主要升级大门和床 不造炮台 那你怎么赢啊 哎不用慌 有了资源我们直接升级一个炮台 升得越高级越好 然后等猎梦者过来 我来 开炮 看到没包租公的技能 可以把炮台子弹变成太极增加伤害 就是这个时候 直接使用天降炮台 生成20个同等级炮台 加上包租公的子弹强化技能 瞬间就能秒杀猎梦者 除了两款隐藏皮肤之外 游戏还更新了名牌 前面这三个 需要段位达到青铜 薄金王者才能解锁 最后这个登陆三天免费获得 至于这个音符 需要我们观看10次广告 建议大家没有解锁广告皮肤的 可以皮肤和名牌一起解锁 至于这个黑色的名牌 需要连击模式击败猎梦者玩家三次 只要使用包租公和天降炮台 击败猎梦者可以说是很轻松啦 那这次的皮肤名牌 解锁方法就是这些啦 大家快去试试看吧 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 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